中时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掌控习惯 副标题是如何养成好习惯并解除坏习惯 我们都知道好习惯会带来益处 但良好的习惯并不是那么好养成 不管是坚持多吃蔬菜少吃肉 还是想要减少不必要的开销 我们常常开头兴致勃勃 没过多久就激情消散 无法坚持 到底怎样才能培养起习惯并坚持下去呢 对这个问题 本书作者詹姆斯·克利尔很有发言权 他从小喜欢打棒球 但高二时他意外被球棒击中正脸陷入了昏迷 虽然克利尔几天后醒了过来 可是后遗症非常严重 路也走不直 东西也看不清 还会癫痫发作 整个高中阶段他基本没法参加比赛 不过克利尔没有放弃棒球梦 上大学后 他从细节入手 通过培养良好习惯来提升自己 每天努力学习锻炼身体 坚持早睡早起 到大二时 他终于获得了球队的首发位置 并因为出色的表现 在大四被选为学校的顶尖运动员 还获得了学校的最高学术荣誉 校长奖章 这段经历让克利尔意识到习惯的威力 习惯决定了我们将拥有怎样的人生 起初不起眼的行动 会随着时间的积累 孕育出了不起的成果 以此为契机 克利尔开始研究习惯的培养 并在网上发表和习惯相关的文章 他的文章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累积阅读量突破800万 并在时代福布斯等主流媒体上进行连载 2017年 他创办了自己的培训平台习惯学院 来帮助更多人培养好习惯 借除坏习惯 许多世界500强企业 都把员工送到这里参加培训 有超过一万名的经理 教练和老师 从习惯学院毕业 本书便是克利尔关于习惯的思考和实践总结 他在书里提供了一套培养习惯的完整计划 本书出版后就登上了纽约时报 亚马逊网站等多个畅销书排行榜 克利尔指出习惯的目的是得到某种奖励 比如健身是为了减肥 早起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坏习惯也是如此 抽烟能缓解压力 高热量的炸鸡能满足口腹之余 想要掌控习惯 我们需要四个步骤 第一步是提示 提示是外界环境的线索 它让我们意识到某种行动会带来奖励 比如对想早起的人来说 定时响起的闹钟就是提示 提示会出发第二步 可求 可求是指我们对奖励的欲望 欲望越强就越容易行动起来 可求会激发第三步 反应 这是说为了得到奖励 要采取的具体行动 反应会带来第四步 奖励 这会满足我们的渴求 并激励我们寻找更多提示 继续行动获得奖励 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 本书的主要内容 就是对应这四个步骤的四条定律 它们帮人们逐步培养起好习惯 接掉坏习惯 下面我会为你分别介绍这四条定律 以及具体的使用方法 第一定律 让习惯显而易见 第二定律 让习惯有吸引力 第三定律 让习惯简便易行 第四定律 让习惯令人愉悦 好 先说第一定律 让习惯显而易见 它对应的步骤是提示 对奖励的提示越明显 我们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作者介绍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 建立习惯计分卡来反思习惯 这能帮助我们了解已有的习惯 为未来的改变打下基础 我们可以找张纸 写下自己现在有的习惯 并思考 这个习惯是属于好习惯 坏习惯 还是中性习惯 所谓中性习惯 是说结果比较中性的行为 有人上床前要换睡衣 早饭总吃三明治 这都属于中性习惯 通过写下习惯 并思考它的性质 我们会加深对习惯的了解 有些人可能都没察觉 自己有坏习惯 那就谈不上接触了 所以思考习惯 正是改变行为的第一步 同时习惯的特点之一 就是高度自动化 常常在我们没意识到的情况下 就完成了行动 不少人经常工作到一半 不知不觉就拿起手机刷半天 然后才惊醒 我怎么又开始玩手机了 对现有习惯的反思 会让我们对行动更有察觉力 等到同样行为下次再出现时 我们就能更早意识到 如果是好习惯 我们就激励自己坚持 如果是坏习惯 我们就想办法及时终止 作者建议 当我们发现坏习惯即将要发生时 可以大声说出 要采取的行动和对应的结果 比如 当我看到炸鸡时就可以说 我想吃炸鸡 但我并不需要它 它会导致我体重增加 损坏健康 这会在意识层面提醒坏习惯的后果 增加了行动的难度 坏习惯就没那么容易趁虚而入了 让习惯显而易见的第二种方法 是制定执行意图 为了培养习惯 人们常常会制定计划 但计划未必能落实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况 很是常见 作者介绍了一种计划形式 能督促我们行动起来 并坚持下去 它就是执行意图 执行意图的具体形式是这样的 如果发生情况A 我就采取行动B 这里情况A 通常指的是特定的时间地点 比如 每到晚上八点 我就去健身房锻炼一小时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执行意图 心理学家发现 相比其他计划形式 执行意图能明显提高行动的概率 一项研究显示 相比只想着我要多锻炼身体 却没定好何时何地做什么的人 用执行意图制定健身计划的人 每周健身频率要高出一倍 这是因为执行意图让行动的提示更明显 制定执行意图时 对应的时间地点就会成为提示 在安排日程时 我们会提前控除时间 等到了特定时间 我们就知道该干什么 让行动不容易被漏掉 同时执行意图也规定了具体的行动 我们只要照做就行 不用临时思考怎么做 这也提高了行动效率 避免了拖延 作者还介绍了另一种形式的执行意图 叫习惯叠加 一般执行意图提示的线索是时间地点 也就是几点我要做什么 而习惯叠加提示的线索 则是已经建立的习惯 如果我想每晚都去健身 我可以看看习惯计分卡 找一个现成的晚上习惯 比如我每晚回到家都会吃个水果 那么我制定的习惯叠加就是 每当晚上吃完水果 我就去健身房锻炼一小时 相比时间地点 行动本身是更醒目的提示 我们常常会根据刚才做的事 来决定下面要做什么 去完厕所会洗手 上班坐到位置上会想来杯咖啡 这都是自然的连续动作 我们有时会忘记时间 但行动本身是一种主动提示 就像听到响起的闹钟 我们压根不用思考 条件反射就知道下面要干嘛 所以将已有习惯设定为提示 能更有效的激活行动 培养新习惯 让习惯显而易见的第三种方法 是改变环境提示 作者指出 很多时候人们的行为 并没有经过大脑的深思熟虑 而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上世纪七十年代 研究人员发现 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郊区里 有些房主的用电比邻居要少百分之三十 但这些房子面积都是一样的 电价也相同 后来研究人员发现 唯一的不同是电表的位置 有些房子的电表装在走廊上 很明显就能看到 而有些电表装在地下室 平时都看不见 于是经常看电表的房主 自然就养成了省电的习惯 因此我们可以突出 习惯对应的环境提示 来培养好习惯 如果你想多喝水 那就在每张桌子上都放上水瓶 让自己随时能看到 如果你想背单词 就把词汇书放在床头 同样的道理 消除环境中的提示 也可以帮助戒除坏习惯 如果你想减少玩游戏的时间 那就把游戏机放在柜子里 让自己平时看不见 作者还建议 可以把习惯和特定环境 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书桌前 就只工作不娱乐 如果想玩手机就去沙发 想吃东西必须去餐桌 这样一来 环境本身就会成为提示 当你坐在书桌前就知道 现在要集中注意力工作 不会想着刷手机吃零食 在这种分工明确的稳定环境中 好习惯会更容易培养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 低定律的内容 我们要让习惯显而易见 方法有三种 一是建立习惯计分卡 反思习惯 了解已有的习惯 二是制定执行意图 明确行动发生的时间地点 或是把行动和已有习惯 关联起来 三是改变环境 突出好习惯的提示 消除坏习惯的提示 还可以把习惯和特定环境 联系起来 让环境本身成为提示 说完了第一定律 下面我们来说第二定律 让习惯有吸引力 这对应的步骤是渴求 我们越渴望奖励 就越可能采取行动 书中介绍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 绑定喜好 这是说 把需要做的事 和喜欢做的事 联系起来 比如你喜欢看美剧 同时希望培养背单词的习惯 你就可以规定 只有背完单词 才能看美剧 这样一来 对美剧的渴望 就会让你更有动力 去背单词 绑定喜好 还可以和习惯叠加结合使用 进一步强化效果 拿刚刚健身的例子继续说 除了将健身和吃水果 联系在一起 我还可以规定 锻炼完后就能打半个小时游戏 于是 整个执行意图就变成了 每当晚上吃完水果 我就去健身房锻炼一小时 然后打半个小时游戏 这样一来 健身既受到吃水果的行为提示 又附带了玩游戏的吸引力 双重作用下 健身的动力自然就提高了 让习惯有吸引力的第二种方法 是加入特定的群体 人类是群居动物 我们渴望融入群体 和他人建立密切关系 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这对生存非常重要 在远古时期 人们都生活在部落里 那些脱离部落独自生活的人 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和帮助 应对意外 大多没法活下去 所以人类最深层的愿望之一 就是群体归属感 当某种习惯有助于我们融入群体 它就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因此我们培养某个习惯时 可以想想哪些群体具备这个习惯 让自己积极与群体接触互动 接受群体的熏陶来改变行为 最常见的一种群体 是和我们亲近的人 比如朋友或家人 亲近的人会施加一种无形压力 拉着我们向他们看齐 一项调查显示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肥胖的朋友 他的肥胖概率会增加57% 而当一个人体重减轻时 他的伴侣也有三分之一的可能 会一起减肥 所以如果你想减肥 多跟瘦的朋友一起吃饭锻炼 减肥成功的几率会更高 作者认为 那些成功人士也是一种群体 我们都会模仿自己羡慕的人 比如复制那些成功公司的营销策略 借鉴你喜欢的大厨的食谱 或者模仿老板的沟通方式 作者建议我们阅读成功人士的访谈 观察他们的行为 找到值得培养的习惯并模仿 这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变得更优秀 促使习惯的养成 让习惯有吸引力的第三种方法 是强调习惯带来的结果 大多数习惯都会带来好坏两方面的结果 攒钱理财让未来更有保障 但也会降低现在的生活体验 抽烟对身体有害 但也能舒缓心情 如果我们想培养好习惯 就要多关注它带来的益处 提醒自己 攒钱理财是获得自由的手段 而不是在自我限制 如果我们想借除坏习惯 就要多关注它带来的危害 提醒自己抽烟是慢性自杀 而不是减压手段 这种思维方式会增强好习惯的吸引力 降低坏习惯的吸引力 从而引发行动的改变 对于坏习惯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这么想 我渴望的是坏习惯带来的结果 而不是坏习惯本身 人们抽烟是为了舒缓心情 而不是觉得抽烟本身多有趣 既然如此 就可以寻找更健康的替代行为 比如冥想和散步都能舒缓心情 没必要非要通过抽烟实现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第二定律的内容 我们要让习惯有吸引力 方法有三种 一是绑定喜好 把习惯和喜欢的事情联系起来 绑定喜好 也可以和习惯叠加配合使用 来提升效果 二是加入特定的群体 可以和有好习惯的亲朋好友 多接触互动 或是模仿自己崇拜的成功人士 三是强调习惯带来的结果 多思考好习惯的益处和坏习惯的危害 并寻找替代坏习惯的其他行为 说完了第二定律 下面我们来说第三定律 让习惯简便易行 它对应的步骤是反应 习惯的培养需要不断重复行动 最终让行动自动化 不用有意识的参与 也能顺利完成 这里的关键是 保持足够的行动频率 频率越高 大脑对行动的印象就越深越熟练 所以我们要让习惯 简便易行 来降低行动门槛 提高行动频率 作者介绍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改变习惯的阻力 我们可以通过优化环境 来降低行动的阻力 比如选健身房时 最好选择离家近 上下班顺路的地方 这样就避免了绕路 让去健身房更加省事 我们也可以提前为未来做好准备 减少行动前的准备步骤 如果你想养成做早餐的习惯 那就在睡前把锅碗瓢盆都拿出来 提前摆在灶台上 第二天起床立刻就能开始做 如果想多吃水果 那就在周末提前清洗并切好下一周的水果 把它们放到冰箱里 下次想吃时 直接拿过来就能吃 同样 我们也可以增加准备步骤 来提升坏习惯的阻力 如果你觉得睡觉前电视看太多 那就把电视插头拔掉 把遥控器的电池也拿掉 下次你想开电视 起码要折腾好几分钟 这种方法对真正的上瘾可能没什么用 但对一般人来说 已经能明显降低坏习惯的频率 让习惯简便一行的第二种方法 是两分钟规则 两分钟规则是说 一开始培养新习惯 它所用的时间应该不超过两分钟 如果你想每晚睡前看本书 请从读一页书开始 如果你想每天整理衣物 请从叠好一双袜子开始 作者认为 习惯难以坚持的常见原因 就是好高骛远 一开始就定下太难的目标 自然难坚持下去 而两分钟规则的目的就是 呵护新习惯的萌芽 让它不要过早夭折 很多时候 行动最大的阻力 就在开始阶段 经常健身的人都有这种体验 难得不是具体锻炼的过程 而是督促自己换好衣服鞋子 出门前往健身房 只要能进到健身房里 基本后面的锻炼 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两分钟规则能降低行动开头的阻力 把习惯先建立起来 以后再找机会去改善优化 我们会觉得 去健身房锻炼两分钟 是非常简单的事 要是连这都做不到 实在是太没面子了 而当我们真的锻炼完两分钟后 很可能会想 来都来了 再多练会吧 这样坚持一段时间 习惯就能从萌芽 渐渐成长起来 变得更加牢固 此外 两分钟规则还会改变我们对自己身份的理解 作者认为 与身份不符的行为 不会持久 我可能想攒钱去理财 但如果 我崇尚享乐主义 相信购物让我快乐 就算真的攒了点钱 最后 还是会忍不住诱惑 花在吃喝玩乐上 而如果 我相信自己是精打细算 会长远考虑的人 自然就会控制支出 不乱花钱 所以 真正改变行为 并让我们把行为保持下去的 是我们对自己的理解 两分钟规则的好处 在于它设立了一个很低的门槛 让我们通过简单的行动 来改变我们对身份的理解 如果 我每天都去健身房 哪怕每次只待两分钟 持续一个月后 我也会打心底相信 自己热爱健身 把锻炼看成生活的一部分 培养起长期的习惯 让习惯简便一行的第三种方法 是建立承诺机制 这是说 提前预定好未来的安排 让自己不论多不愿意 到时候也必须行动 比如我想学英语 但又怕坚持不下来 那就花笔钱抱个新东方 要是不去的话 钱就白花了 所以 我肯定会去上课 承诺机制 也可以帮助 戒除坏习惯 有些技术手段 就能做到这点 比如一些手机 有个叫 禅定模式的功能 参禅的禅 肯定的定 你设定时间限制后 整个手机就彻底被锁死 什么都干不了 这个模式也不能中途退出 对想专心工作 不刷手机的人来说 禅定模式 就是一个承诺机制 我们也能让别人 协助建立承诺机制 作者举了个自己的例子 为了专心写作少上网 每周一 他的助手 会重设所有社交媒体的密码 然后到周五工作结束 助手才会告诉他亲密码 这样一来 他就只能在双修日上网 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一下第三定律的内容 我们要让习惯 简便一行 方法有三种 一是 改变习惯的阻力 我们可以减少好习惯的准备步骤 增加坏习惯的准备步骤 二是 采用两分钟规则 降低行动开始的阻力 改变对自己身份的理解 三是 建立承诺机制 提前对未来做好安排 让自己必须做某些事 或是没办法做某些事 说完了第三定律 下面我们来说第四定律 让习惯令人愉悦 这条定律对应的步骤是 奖励 当习惯带来的结果让人满足时 我们就更愿意坚持习惯 书中介绍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 改变及时奖励 及时奖励是说 那些我们行动完后 立刻能获得的奖励 虽然好习惯会带来益处 但大多数益处都没法立刻获得 我今天开始锻炼 可能要明年才会瘦下来 我今天开始存钱 可能要等好几年才能攒购买房的首付 从当下的结果来看 我收获的只有锻炼的辛苦 和无法随心购物的不爽 相反 很多坏习惯都能带来及时奖励 抽烟能马上缓解压力 工作时走神刷手机也真的很快乐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 人类有长达20万年的时间都生活在野外环境中 我们的祖先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不是未来会怎么样 而是怎么在当下找到食物躲避野兽的袭击 在这个过程中 大脑自然就演化成 重视及时奖励 于是我们天生就难培养好习惯 容易养成坏习惯 所以为了培养好习惯 我们可以增强及时奖励 让自己每次行动后都觉得满足 一种常见的方式 是让习惯带来的好处更醒目 比如我想攒钱买房子 那我就专门开一个账户存首付 每次克制消费冲动后 我就把钱转到账户里 这样一来 我能直观地看到账户余额不断提升 这就是一种及时奖励 让我很开心 此外 我们还可以提供额外的奖励 比如每次坚持锻炼一周后 我就去做全身按摩 或是去购物放松一下 相比长远的好处 这些奖励更加触手可及 能激励我坚持行动 不过要注意 不要让额外奖励和好习惯 造成冲突 如果锻炼的奖励 是每个周末去胡吃海塞一顿 那锻炼就没意义了 与此相反 如果我们给坏习惯设置 额外的惩罚 就能帮助借除坏习惯 常见方法是 找一个问责伙伴 让他来监督自己 一旦做出坏习惯 就要承担责任 比如你想每天坚持慢跑 就可以找个朋友 每天给他发跑步记录 如果哪天没发 你就得给朋友转十块钱 问责伙伴也可以是陌生人 书中举了个例子 有个企业家 希望每天六点前起来 他的方法是设置一条推特 每天过了六点就自动发布 内容是 这个家伙现在还没起床 回复这条消息 你就能得到五美元 这样一来 所有能看到推特消息的人 都成了他的问责伙伴 在这种监督压力下 他不得不早起 在后台删除预定要发的 这条推特 让习惯令人愉悦的第二种方法 是追踪习惯 这是说我们要记录下自己的习惯轨迹 最简单的形式是找一份日历 每当你完成一次习惯 就在对应的日期上打个叉 这样能直观地看到自己的习惯轨迹 再详细点地说 可以记录下对应的具体行动 比如当天背了多少个单词 做了几组佛称 追踪习惯最重要的好处 是把追踪行为本身 变成了及时奖励 看着日历上的差不断变多 或是翻阅着自己的锻炼记录 都让我们觉得 自己在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下就会觉得很满足 从而把习惯坚持下去 追踪习惯还有个好处 它能提醒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好习惯难坚持的重要原因 在于会有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我们很努力 但就是感觉不到进步 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就像减肥 也许刚开始 两个月就能减掉四五公斤 但越到后面 速度会越慢 可能长达半年 体重都没明显地下降 这就是所谓的平台期 只有熬过这个阶段 量变才会引发质变 习惯的结果才会体现出来 如果在平台期里遇到挫折 我们可能因为一时冲动而放弃 这时看看自己记录的习惯轨迹 我们会意识到 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 一旦放弃 这些积累就白费了 于是就更容易坚持下来 最终突破平台期 作者还指出 追踪习惯本身也是一个习惯 需要进行培养 对此他给了三点建议 第一 没必要追踪所有习惯 这样太累了 只要追踪一两个最重要的习惯就好 第二 利用科技手段 使追踪习惯自动化 我们可以利用智能手环来追踪锻炼 利用支付宝账单来追踪开销 定期进行查看就可以 第三 对于要手动追踪的习惯 请遵循习惯叠加原则 把追踪习惯和要追踪的行动联系起来 完成行动后立刻进行记录 不要拖延 好 说到这里 我们总结下第四定律的内容 我们要让习惯令人愉悦 方法有两种 一是改变及时奖励 我们可以让习惯的好处更明显 或是增加格外奖励来维持习惯 同时 我们也可以寻找问责伙伴 来增加坏习惯带来的惩罚 二是追踪习惯 记录自己的习惯轨迹 这本身会成为及时奖励 让我们拥有成就感 而在我们遇到挫折想放弃时 追踪习惯也会让我们坚持下去 说到这里 掌控习惯这本书也介绍得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全书的主要内容 习惯拥有巨大的威力 起初不起眼的行动 会随着时间的积累 孕育出了不起的成果 习惯的培养分为四个步骤 分别是提示 渴求 反应和奖励 每个步骤各有一条定律 可以帮我们培养好习惯 解除坏习惯 第一定律是 让习惯显而易见 我们可以建立习惯计分卡 反思习惯 制定执行意图 并突出环境中好习惯的提示 消除坏习惯的提示 第二定律是 让习惯有吸引力 我们可以把习惯和喜欢的事情联系起来 加入具有好习惯的群体 并强调习惯带来的后果 第三定律是 让习惯简便易行 我们可以减轻好习惯的行动阻力 加强坏习惯的行动阻力 采用两分钟规则 呵护习惯的萌芽 并建立承诺机制 提前对未来做好安排 第四定律 是让习惯令人愉悦 我们可以增强好习惯的奖励 和坏习惯的惩罚 并追踪习惯 记录自己的行动轨迹 好 掌控习惯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